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新南向政策 马来西亚代表出将进一步加强汉东协与印度的双边与多边关系 范围包括贸易投资及教育文化等方面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台湾能够加入区域的多边的一些经贸的一个组合 包括像TPP 像RCEP 使得台湾在国际社会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张继平强调大马有丰富天然资源 台湾有优秀人才和卓越科技 相信双方若能沿拟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机制 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必能曾经彼此经贸成长 另外台湾是目前大马学生海外就学的前三名选择 在新南向政策推动下台马关系将更为紧密